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第28次缔约方大会 11月30号 在阿联酋迪拜开幕 当天 中国角开幕式 即生态文明与美丽中国实践编会 也在迪拜举行 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发表致辞 他表示 中国政府始终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 牢固树立和建行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坚定不移 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 希望本次缔约方大会坚定维护多边主义 充分享应发展中国家诉求 推动发达国家 展现必要灵活性达成多边解决方案 推动巴黎协定全面有效实施 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谢政华 在致辞中表示 中国经济社会发展 已走上全面绿色转型轨道 未来中方将继续以务实的行动 和南南南北合作举措 为应对全球气候危机 实现可持续发展 建设清洁美丽的世界 做出更大贡献 根据活动安排 中国脚在本次大会中 设立了开幕日 青年日 合作日 等九个编绘主题日 并设置了多个地方和行业专场 你看, there has been an enormous positive green transformation in China and in the same period, China has moved from the back seat to the front seat on every global issue related to the environment and Chinese companies are capturing markets for green products everywhere but everyone can learn from China we can do this and see jeux他们一切